阿嬷阿嬷不要闖紅燈很危險耶 等一下綠燈啊 我在帶你過馬路 阿嬷你這樣突然跑出去很危險耶 你一直比後面是在做伸展嗎 我是要去對面啦 阿嬷你要早說啊 你為什麼不早說咧 台北市已經進入了超高齡社會 很多爺爺奶奶往往會忽略自己身體機能的退化 比如看不清楚耗智 聽不清來車或喇叭聲 來不及通過 都可能讓長者在過馬路時處於危險之中 根據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統計 今年1到8月 行人長者發生肇事事故的原因以 衛衣標誌 標線 握手勢指揮穿越道路的數量最高 台北交通 有愛同行 記得提醒家中長輩多穿亮色系的衣服 穿得亮晶晶 駕駛看得清 最後也要提醒用路人 針對長輩也要多一點耐心和從理心喔 欸馬妹 穿亮色系真的超重要的 我穿這樣夠亮嗎 我們做個實驗就知道囉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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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